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長榮大學保健營養學系的益貞老師 那我來長榮教書大概有十年的時間 那目前我在系上主要是教授營養學、營養學實驗 生物化學、生物化學實驗 那還包括像是老人營養、運動營養、營養諮商與教育等課程 那我自己是從大學的時候就進入了營養的領域 那大學畢業之後我就順利考上營養師 那也進入到了研究所 那從研究所階段開始接觸到跟營養領域相關的一些基礎研究 那像是研究炸油對我們體內指食代謝的影響 那你們可以想像的就像是你們平常會吃到的鹽素肌的油 那還有就是呢像是我會研究維生素E呢 它本身是一個子容性的一個維生素 那具有抗氧化的一個活性 那我主要就是研究它在我們體內是如何被代謝還有利用的 那所以延伸至今呢我主要擅長的研究範疇呢 就是利用動物模式呢然後進一步去探討一些飲食因子 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有興趣研究的一些食材或者是萃取物或者是一些有效成分呢 像我自己本身做過的就包括像是諾莉果的萃取物或者像是咖啡酸的一些眼神物 我可以把它加到飼料當中或者是用管位的方式呢把它供給給我的實驗動物們也就是老鼠 那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試養 那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去觀察呢 這樣子的一個介入呢 對於老鼠它本身包括我們剛剛提到的三高的脂肪 血糖、血脂跟血壓 還有就是體內脂肪堆積的一個狀況的一個影響性 那我們觀察到說這樣子的一個飲食介入 對於我們的動物體的確是有一個改善的一個健康效應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再進一步去延伸去探討說 這樣子的一個處理它背後的一個生理疾轉跟調控的一個機制 因此呢接下來我計畫呢進行探討營養介入呢 對不同年齡層的民眾 他對於營養知識、態度跟行為改變上面的影響的一些 止性調查的一些研究 那這會是我未來的另外一個研究方向 另外呢我還想跟同學分享的就是 我所負責的營養知商與教育這一門課呢 它算是一個比較實用性而且運用性的課程 那我們營養系的學生呢 在學了這麼多的營養專業知識之後呢 那更重要的是需要把這些專業的知識呢 再把它傳達出去 讓更多的一般民眾呢 可以知道如何吃得更健康 那所以在這一門課裡面呢 我會帶著我們的學生呢 深入我們的社區或者是偏鄉的小學呢 去做一些營養的餵教 那我們的學生呢必須要從 設計教案 然後呢設計活動 那甚至就要包括自己去設計一些海報 那海報畫像是一些教具的部分 那藉由演說或者是一些戲劇表演跟闖關活動的過程 然後讓這些長輩們或者是讓國小學童們呢 可以認識這些重要的營養知識 好那最後呢 如果說呢你喜歡接觸人群 然後你很樂於與人分享 那想要幫助更多的人吃得更健康的話呢 那歡迎你加入我們營養系的行列 謝謝你